目前它的暴风半径在七级风是220公里 十级风已经从80公里缩小为70公里 虽然台风在逐渐减弱 但是我们从雷达河坡上可以看到 台风周围的环流依旧是完整的 也随着它逐渐靠近 台风周围的强风好雨带 还是会影响我们提醒大家依旧要留意 过去台风移动速度很慢 然后在今天早上8点 它已经来到高雄西南方在160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未来是以比较缓慢的速度向北 转北北东 明天登陆西南部陆地 之后再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由于它减弱 而且我们判断它的环境 已经越来不适合它发展 所以我们预估它在影响我们登陆我们之前 强度有可能再减弱为比较轻的中度台风 或是轻度台风 甚至登陆以后经过我们地形破坏 很快就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 但是依旧提醒大家 目前我们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海上警报区域是整个东半部海面 巴士海峡 多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 陆上警报区域则是花莲以南的区域 台中以南的区域以及澎湖 目前在我们的南边和西南边的 海面已经观测到8到10米的浪高 其他各海面也有5到6米的浪高 而且各沿海地区都有长浪的现象 另外在强阵风方面台湾附近的海面 风浪都已经明显的很大 尤其是台湾海下以及南部海面 已经有平均风11到12级 阵风13到14级的风 甚至在台风中心有平均风14级到15级 阵风16级左右的强阵风 也虽然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虽然台风会减弱 但是这样整个强风带还是会影响我们 所以今明两天 海面上的作业和活动最好不要从事 另外我们提一提路上的风哦 随着台风虽然缓慢移动 但是我们西部海面的风已经逐渐起来了 昨天花冬有观测到10级的强阵风 来到清晨到目前为止 小琉球还有在西边的沿海 西北部沿海 澎湖 金门马祖 都已经有观测到9到10级的强阵风 台风中心逐渐往西南部靠近的时候 它会让这强风带往西南部的内陆移动 所以就西南部地区来说 未来发生强阵风地区不会只限于沿海 气象署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提醒大家留意 随着台风靠近台南以南的地区 就包括沿海以及比较内陆的地区 桃园到嘉宇就是沿海地区咯 台东沿海地区 横川半岛 绿岛 南域 澎湖 金门马祖 还是可能会有11级到13级的强阵风 另外新北市的沿海 以及西南部的其他沿海 还会9到10级的强阵风 这种强风状况还是提醒大家 还是会陆续的再增强 至于陆续的上天气 我们依旧回到雷达回坡上看 台风逐渐的靠近 除了台风缓流在影响以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 北边和东北边的海面 也有回坡行程 将以回坡逐渐的影响陆地 所以今天的天气 除了原本的花东地区 以及台东地区持续下雨以外 其他地区我们先看一下累积雨量 昨天累积到今天 昨天累积到今天 最多的雨量是在台东河平东县的山区 已经达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 就是24小时累积也超过500毫米 是超大豪雨的等级 然后我们从今天降雨 我们刚刚要解释的是 除了花东地区 还有恒川半岛平东 持续下雨以外 南部地区的降雨会逐渐地向北扩展 然后下了半天以后 也会稍微就增多了 北部地区尤其新北沿海 基隆北海岸雨也会逐渐增多 至于在西北部这些地方 要靠雨越过山以后 会造成比较领先的降雨 所以相对而言 它的降雨是比较局部 比较短暂性的 就以今天降雨来说 气象鼠是持续发布了豪雨特报 提醒大家 今天在新竹以北的山区 新北市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云林以南地区和澎湖 会下局部性的大雨 其中在宜兰花莲的山区 以及在台南高雄 日岛南雨 澎湖 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还有我们预估台南 以及花莲的山区 可能会有大豪雨 而台东以及屏东的山区 可能会有超大豪雨 这个豪雨特报 我们持续发布 至于到明天的天气 今天到明天 这样的雨持续下 而明天的雨 可能要等到台风登陆以后 逐渐减弱 这样我们在南部和东南部的雨 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 风和雨的情形 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正在影响我们 虽然台风强度会逐渐减弱 但是我们预估它可能还是一个 比较弱的中度台风 或轻度台风影响我们 依旧是以台风的结构影响我们 而且影响的时间长 也都又太慢了 会对我们的天气 持续造成影响 提醒大家多留意 海面上风力很强 沿海有强震风 有长浪状况 提醒大家最好不要从事 海面上作业或活动 气象署也会依据整个资料判断 然后去发布大雨特报 豪雨特报 或大雷雨即时讯息 提醒大家留意雨势的状况 另外 所以台风要到明天早上九点 从台南附近登陆 这将对南台湾地区带来的冲击 影响比较大 会有光风豪雨 还是大家务必要留意 接下来的天气变化 好 主播各位观众 记者目前所在位置 就在阳明山的文化大学前 那可以看到今天因为是停班停课状态 所以其实这里完全是没有什么学生的 不过呢 虽然阳明山风一向很大 但你要问今天的风有多强 看停在门口的机车就知道 直接被吹到东倒西湾 而且这些车还不是普通的小这种小机车 它们是偏比较大型的一点机车 除此之外呢 刚才有些学生呢 他们是回到宿舍想要拿东西哦 然后把车暂时停在门口 没想到怎么样 他把安全帽放在他的椅垫上 结果直接被吹飞 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安全帽在哪里 非常着急的四处寻找 让我们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那你安全帽是被吹走 我不知道 你本次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安全帽这边 那你现在没有安全帽怎么骑车 应该不戴安全帽吧 没有我也不知道 我还有备用的 但是很麻烦 好我们可以听到 虽然杨明山的风一向都是很强 不过这一次的山陀儿 还是明显有增加这个风的威力 除此之外呢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阳光露脸 不过杨明山还是时不时会下起零星正雨 而且呢 有些学生来 他们连走路都有困难 像我现在的安全帽 直接被吹掉 就能知道这个风势到底有多强 所以提醒北台湾的民众 即便现在雨可能还没下下来 又放台风下 你们可能觉得好像赚到一天 但是千万不可轻忽这个山陀儿的威力 而且越晚风雨还会越大 以上现场最新将时间交还 彭内主播 好 请问观众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台东的富岗渔港 那可以看到呢 其实现在是下着暴雨的 而且风势还相当强劲 而旁边呢 有好几台机车呢 都是在前几天的时候 被大浪给打倒了 现在整个岛在路边相当凄惨 而这里呢 富岗渔港呢 其实都是有船班 前往绿岛或是蓝雨的一个船班 不过呢 现在都因为台风山陀儿都停死了 那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风势相当强劲 相比我们刚刚过来下车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风 只有阴阴的一个状态 是替象是恶劣很多 而旁边的船呢 也随 渔船也虽然停在港内 但也随着风浪出摇摆 而不过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不少的渔民 还是台风天担心自己的渔船 被碰撞坏掉 因此来到渔港来巡视 他们自己的船只 而现在呢 山陀儿台风呢 目前人还在台湾西南海域打转 基本上是呈现一个滞留的状况 那等于是说呢 这个演讲的时间跟登陆的时间 会不断往后来递烟 也因此呢 其实现在风雨跟风雨是一阵一阵的 但是还是不能大意 以上也是我们在富冈渔港 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宏内出播